拜登總統先告訴我們說 我不只要搞美國 甚至我要把120個實體 列入出口管制的實體清單 也就是俄羅斯 我要繼續加強對他的制裁 主要目的是為了弱化俄羅斯 跟白俄羅斯的國防、航太、海事等等 戰略部門的能力 去制裁俄羅斯野蠻攻擊烏克蘭主權的行為 當然我們亮哥有提到了 美國的抵制讓大家覺得很奇怪 怎麼不抵制化肥 難道是因為你要用嗎 俄羅斯白俄羅斯的甲 這個肥料是嗎化肥 出口量佔了全世界40% 那美國抵制天然氣、石油 怎麼小麥也不抵制呢 是不是也因為小麥美國要呢 所以美國總統是不是在制裁的時候亂了套 讓這個拜登有點看破手腳了 甚至現在全世界還有個叫歐洲的傻瓜 是不是也在跟進美國 反而是讓國內自己的經濟受到了很嚴重的挑戰 不就是什麼東西該抵制是由美國定義的 對 那貓、狗都要抵制 小麥不能抵制 因為小麥會餓死人對不對 那既然小麥會餓死人 那人員會凍死人啊 那為什麼人員要抵制呢 也是死人啊 所以我就想不通啊 那主要的原因可能就變成說 因為他需要小麥嘛 然後他需要假肥嘛 因為俄羅斯跟白俄羅斯各佔20%嘛 那美國現在要播種嘛 因為北半球播種就是3月到5月 時間到了 所以他需要假肥 然後他就說 美國股很重要啊 要救全世界的糧荒啊對不對 那既然小麥很重要 那人員不重要嗎 很多國家經濟會破產 到時候會有多少人流離思索啊 你會用避免糧荒來幫假肥辯護 那人家也要說 我要避免經濟崩潰 所以要進天然氣啊 沒錯 對不對 那個匈牙利跟塞爾維亞的選舉 就是這樣在辯論啊 是 他就直接講說 我需要俄羅斯的天然氣 就是這兩個國家 沒錯 事實上這個 而且民眾支持啊 是嘛 他們兩個都連任了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就是 就是都用你的標準嘛 而且現在還扯到說 要用二級制裁咧 對 那個我跟你講那個範圍更難控制 因為那個 就是你對 可能俄羅斯某家企業你有意見嘛 就把他列入黑名單 對 那所有的人都不能跟他做生意 這個不知道會傷害多少人啊 你都不知道啊 而且 坦白說啦 這個二級制裁 你應該優先制裁的是 印度跟土耳其吧 當然印度肯定要制裁打 那印度跟土耳其你怎麼不列入黑名單啊 你到現在為什麼不敢動呢 是 是不是因為這兩個國家跟你的關係有難言之隱 需要這兩個國家 所以你就是完全雙標嘛 那我們再講中東好不好 中東哪一個國家沒有跟俄羅斯做生意 都有 他們小賣都要從俄羅斯過來 沒錯 中東跟非洲都是需要俄羅斯的小賣 因為烏克蘭很不幸他的小賣集中在烏東 對 那現在烏東已經打爛了嘛 所以 比較能夠正常出口的就是俄羅斯的小賣 而且傳統地緣關係 美國的糧食是賣到亞洲 那俄羅斯跟烏克蘭的糧食是賣到中東跟非洲 那你要不要去制裁中東跟非洲 跟俄羅斯做生意的 做糧食進口的那些國家 很有企業啊 所以他根本就是亂了套嘛 打到哪裡 想到哪裡 制裁到哪裡 那嚴重的時候 貓跟狗就一起制裁嘛 那想到了 想一想 狗跟貓就放了吧 這隨便你在定義 全世界哪有人這樣搞政策啊 所以我是覺得 坦白說就是完全亂了套 比如說這個 我們講剛剛那個屠殺事件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很可怕 這超可怕的 那事實上 你說有410個人死亡嘛 對不對 有280個人是從後腦被槍斃 對不對 事實上我看到很多照片 因為我從推特看了非常多的照片 有亂上綱被丟到裡面 也有在地下室被打死的 那你現在看到的就是在街上的照片 那推特呢 就有一堆烏克蘭的媒體 還有個別人物 那貼的照片都一樣 中央廚房 當然是啊 而且還有更離奇的 有很多烏克蘭人貼的文字都一樣 複製貼上 這個也可以理解啦 如果這個事情是真的 我覺得複製貼上也沒什麼不對 OK 因為就是很嚴重嘛 對 那針對這麼嚴重的事情 幾乎可以 推翻普丁的正當性的事情 沒錯 兩個說對了 對不對 你英國作為安理會的輪資主席 為什麼不同意 不同意成立調查小組 這都很奇怪 這什麼邏輯呢 所以 俄羅斯的那個發言人說 他們要提第二次 對 那你英國你要講清楚吧 你為什麼反對呢 那即使成立調查小組裡面 有俄羅斯人又怎樣 你可以有很多國家 當然 你可以把 英法都拉進來 美國也拉進來也沒關係啊 大家只是要知道個真相嘛 因為這個是很容易調查的 你去想一想 俄羅斯3月30號撤軍 那這些屍體的死亡時間很容易查嘛 肯定3月30號之前嘛 法醫一查就知道了 對 我跟你講 就怕他糊塗了 裡面真的有3月30號之後才死的人 那就慘了喔 那就不是二軍殺了 那就不是二軍幹的喔 那請高大臣去囉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是很容易查的 法醫一進來 而且剛剛賓客也講到一個重點嘛 我現在看到的照片 也沒有看到腐敗的照片 對 我看到的也沒有 都沒有 對 包括地下室的 那有一些是 用那個黑色塑膠袋裝一裝 就丟到那個亂戰坑裡面 那個看起來也不是很久的照片 那有一些人是埋在土裡面的 我也有看到這種照片 那照理講埋在土裡面 應該是比較早死的吧 因為俄羅斯 它一發動攻擊進入基輔周邊 這個城市就被佔領 很快就被佔領 2月下旬 這很早就被佔領 沒錯 佈潮很早就被佔領 2月下旬 那這個城市有4萬2千人 那而且你去想 3月30號他離開對不對 一直到4月4號第5天 各種照片才開始出來 對啊 這很奇怪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因為照理講他離開了 因為這個城市就在俄平的上面 俄平是 不是那個時候在宣傳烏克蘭打贏 那各種力量應該就進去了嘛 包括媒體 烏克蘭的媒體早就到了 那你看他路邊有死人 你不會照著 而且照理來說 裡面有烏克蘭人 他們也能拍照自己上傳 是嘛 你去想 他3月30號就撤軍 你進來到了第5天照片 才開始流傳 如果屍體是在街上 在地下室 你不會有人目擊嗎 對啊 怎麼可能 那怎麼不會立刻拍了這些 布查是很小的一個鎮 4月4萬2千人嘛 對 他不是要走很久才找到屍體 不是吧 而且就是 躺在街上 而且很集中 躺在街上 你拍到照片 你不會立刻貼推特嗎 對啊 難道有人跟你講說 不要不要 這個要統一貼 感覺還醞釀了 準備了一段時間 這個太奇怪了吧 因為 你一進來 4月1號 2號 3號 你看到街上有屍體 每個人就立刻貼了吧 當然 去都去死啊 趕快拍照就上傳了 這麼嚴重的事情 你怎麼會不貼呢 結果都沒有任何消息 到4月10號 全部爆發 這太奇怪了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對不對 然後 法醫調查死亡時間 也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也沒調查 因為人也不多啊 才410個 對不對 而且280個是槍斃的 這很容易查 你公布照片 為什麼不同時公布 法醫的證據 驗屍報告 對啊 那個詳細的驗屍 可能沒那麼快 可是 你一定可以調查出 一些基本的 法醫的證據嘛 就初步判斷嘛 其實從傷口的腐爛程度 什麼人的僵硬啊 抽血 其實馬上就可以 大概知道死亡時間了 就是因為疑點太多了啦 所以人家才會覺得說 是不是讓跨國 由聯合國主導來做調查嘛 不然你又會各說各話啊 那這麼嚴重的事情 對不對 不是趁機會 把普京的正當性 完全摧毀嗎 對啊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要用 各說各話的方式 讓普京可以逃掉呢 好奇怪 對不對 真的是很奇怪 亮哥其實差一點真的太多了 這個我很喜歡看推理小說 我也跟大家分享過 其實 你從屍體的屍斑 還有他的膚色 甚至他的僵硬程度 有經驗的這種 法官 法醫啦 或說這個見識小組的人員 其實根本不用驗屍 大概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死亡時間 差不多是多久 其實他是並不難的事情 那更奇怪的就是 為什麼要拒絕 安理會的調查呢 水神抗軍業呢 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律酸水 所以是溫和不刺激 所以呢是沒有殘留 沒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 也不會刺激你的肌膚 小朋友孕婦都可以用 我們可以到快點購來購買 也可以輸入燕營的 推薦代碼 CTI我發發號 可以有折扣喔